今天又是又一次的站在台上为主做见证 愿我今天的见证也是能带给更多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在生命中遇到难处遇到低谷的时候 让他们能知道怎么走出来 我也是从这次也是从非常大的一个低谷走到今天 今天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说 让爱哭变成跳舞 在我来教会 我15年底来到教会 到现在也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 之前在18年8月29号之前 我都是有参加教会的祷告 周四和周六的祷告会 周一的祷告会我都是有参加的 但是在那个之后 我就没有再参加过那个就是那个我们教会的晨岛 从那以后呢 我就慢慢开始就是也没有读经 也没有去祷告 对神也是没有了信心 也是很不想去教会 但是因为有晚上的服侍 没有办法 就晚上一定要来 白天能不来就不来 晚上没有办法一定会来 但是来了来到服侍 晚常来到这里也是人是在这里 但心不会在这里 去教会就是感觉就是在应付一个差事 当中也在这期间呢也有很多 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啊 包括牧师啊 包括李蒙福 他们都有鼓励过我 哎呀再回来祷告怎么的 我都说我没有时间 我来不了 然后就当时其实 没有时间只是个借口 其实当时内心就是说 不想去祷告 也不想去读经 所以有时候也会在想 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神 我们不是也是活得好好的吗 就我当时也是这个想法 没有神我也是每天上班下班 也是活得好好的 也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其实真不是这个样子 这段时间也是真的是 内心的没有平安 那时候也是每天都在抱怨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也说些负面的话 也真的是没有像之前来教会 那么的有热情 对待弟兄姐妹啊 对待很多人都是 就是没有很热情的 跟他们打招呼啊 或什么的 就是见面就是你好 很简单 也不会说去 很热心的帮助教会 做一些事情或什么的 直到在年底的时候 牧师都会有那个恩典卡给我 就是 今年我收到这张恩典卡 恩典卡内容是 我亲爱的孩子 我要肯定你的认真和努力 我知道你心中 有很多的不平和忧伤 因你所付出的爱 没有得到回报 孩子 要转你的眼目 别再注意着人的脸色 我才是你真正的安慰和满足 来仰望我 我是你的力量和盼望 回到我面前吧 每天来读我的话语和祷告 我要医治你的伤痕 用我完全的爱 来填满你的心 缺习隐藏在我里面 直到你能爱自己 和饶恕仇敌时 我要为你翻转整个局面 使你凡事横空 当时就在拿到这张恩典卡的时候 我真的是心头一颤 真的是有一种 怎么说呢 神这么的奇妙 真的是说到我的内心当中 让我真的是再一次对那个神 就是有了另外的认识 但是拿到这张卡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直接回到 只有只到了 等到了今年的10月17号 礼拜四的早上 因为那个礼拜四之前 那个礼拜天 我就跟牧师说 我说周四我又回来尘导 然后在10月17号那天 我就回到周四的尘导当中 当天读到活泼生命的标题呢 就是放下一切 来省察与忏悔的时间 当时也是 那个经文对我的感触也是很大 尤其是 最重要是在第七节的时候 他说 七日初十是赎罪日 你们要守为圣会 并要刻骨己心 也要将火迹献给耶和华 当时那个刻骨己心 它在那个下面 也是有个特别的标注 它解释了这个刻骨己心的意思 意思是指以悔改的心 在神面前降低自己 谦卑降伏的行为 通常包括尽时认罪与祷告 当时我读完这节圣经 那我真的是回想到 我以前的这些生活或者什么样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不是神 不是神不公平 不是神对我不好 而是我自己没有去刻骨己心 我自己没有付代价 来到神面前祷告 我只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去单单地仰望神 而是用自己的骄傲 以自己为事来解决事情 当读完这些圣经 我真的是让我 真的想到我以前 没有单单地仰望神 而你在抱怨神 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 神都没有给我回报 为什么 为什么 怎么说 就是 神也在恩典卡当中 就是真的支出了 祂也肯定我的努力 当时我也感觉 真的神的话语 真的是 真的是个良药 也是个安慰 能安慰我们内心 也可以帮我们解答一切的问题 主啊 真的是感谢主能 在 重要 真的 神也是不务实 不务事的神 祂知道你的所需所求 但是我们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刻骨几心 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 来忏悔 来祷告 进食祷告 真的是 我们 在寻求神的时候 神一定会给我们答案 通过这次的 通过这次的 真的是 又一次的回到这个 晨岛祭堂当中 让我真的认识到神 是爱每一个人的 祂不会偏心 只是 只是我自己 我自以为是 以为神会偏心 但是神不会偏心 祂会通过 祂的话语来告诉我们 祂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 而最后 以两节经文 来给弟兄姐妹妹共勉 第一节经文是 马太福音的 二十二章 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界面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第二节是 十篇的六十二篇的第五节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祂而来 感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